12月16号呢 iPhone 4S登陆台湾之后 包括了中华电信 台湾大哥大还有远传 加起来至少就有48万的预购量 但是目前真正拿到手的 却不到10万人 也因此呢 包括像是夜蛋礼物 很多人都泡汤了 甚至现在也大家质疑说 会不会新年礼物也拿不到 服务人员忙到手软 苹果迷大牌长龙 就怕慢一秒登记 iPhone 4S就会晚几天拿到手 How are you? 民众连连抱怨 电信业者出货超归宿 以中华电信为例 26号以前出6批货 只有首卖日前4小时订购的民众 拿到Forex手机 接下来才陆续处理剩下部分 包括热门的32G黑色白色 和64G黑色 都让苹果迷等到望穿秋水 就现在连个时间都没有啊 那就会觉得说 那到底还要等多久 会不会我等拿到之后 然后再过了半年 可能新的手机又出了 其实不只中华电信 加上台湾大哥大和远传 Forex预购量有48万支 从开卖到现在 供货竟然总共只有10万支 那如果在苹果供货充足的前提之下 中华努力的目标 就是尽量在 我们知道因为过历 尤其是旧历年前 那我们希望在旧历年前 能够协助所有预约的客户 都能够领到iPhone 4S 那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除了出口漫遭批 还有民众等了快一个月 拿到的手机 竟然已经有5天通话记录 怀疑是测试机 测试人员他不够熟悉 所以他把原来的客户的 一部分的资料 就备份到这个新的iPhone 4S了 所以才会产生说 他的iPhone 4S的资料 手机开启的时候 就有前几天的 所谓的通话记录 我想是 我们也必须 说一点点抱歉 虽然得到火大 但民众也只能等等等 业者也承诺 尽量在农历年前 加速处理完 消化没有拿到iPhone 4S的货量 消贫民众怨气 中年新闻 周冲玉许副台北双方导